在一经里,人生被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,浅无无用 在实际不成熟的时候 或者自己能力还不足的时候 要积蓄自己的力 第二阶段,渐荣在田 经历了潜藏积蓄 要抓住一定的时机 才能崭露头脚 第三阶段,终日浅浅 在这个时刻,你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点成绩 而得意和自满 应时时刻刻,检讨 反省自己的延期 第四阶段,祸月在渊 抓住机会,在努力和拼搏中 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推向最高处 第五阶段,飞龙在天 事业巅峰即将来临 人生的指针正处在 大胆鸿图的好时机上 准备一飞冲天 第六阶段,抗龙有悔 人要知道进退 这样才能保身保富贵 让自己的事业不断发展 你处在哪个阶段呢